2015年HKDSE Math Core Paper 2 的第25题 题目就说到了,在这幅图里面就给了两条 straight line 我们啦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L1,即是这一条,就是Ax对于1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L2,就是Bx加Cy对于1,即是这一条 他就问我们,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true,即是1,2,3,B1是对的 好,那首先呢,L1的Equation是Ax对于1,即是X等于1 over A,这个是一式 然后L2的Equation是Bx加Cy对于1 那我们转去做Y做主项的时候呢,就变成Y等于负B over C X加1 over C,那这个是第二条式 好了,那然后呢,首先我们看第一项,它就说A是小过0,那对不对 那因为呢,我们看L1这个Equation,就是X等于1 over A 那它呢,就是在这个Y axis的左手边,那就是代表呢,1 over A 是小过0 那1 over A 是小过0,所以A是小过0的,那第一项呢,这个是正确的 好,接着下来我们看第二项,它就问,它就说A是小过B 那我们就看看它对不对了 好,那首先呢,我们就putY对于0,下去第二条式 把这个变成0等于负B over C,X加1 over C 那我们就会计到,X等于1 over B 那就是呢,putY等于0 那所以呢,这一个点呢,就是1 over B 好,那因为呢,这里,这个X的intercept,这个位,都是在Y axis的左手边 所以呢,1 over B 是小过0的 那,而,1 over B 这个,这个点呢,是大过1 over A 因为,这个是1 over A 那这里是1 over B 那很明显,1 over B 大过1 over A 那所以呢,A就大过B 那我们就会知道,第二项这个是不正确的 好,那其实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 我们就知道1是正确的,2是不正确的 那其实已经知道答案是B的了 不过呢,我们也看了,为什么第三项是对的 好,我们就看第三项了 那呢,因为这条式L2的Y Intercept,即这个位呢 是1 over C 因为在这条式里看到,这个是slope,这个是Y Intercept 所以呢,Y Intercept,就是1 over C 在这个位置 那因为它是X Axis的上面 所以就知道1 over C 是大过0的 那1 over C 大过0 所以呢,C也是大过0 所以呢,第三项是正确的 那这个答案呢,就是boiler 0 1 1 2 5